现在在灾区,大部分物资都会按照从上到下的分发渠道逐级下发 也就是按照受灾人口的数量,先从县到乡镇,再从乡镇到村 最后到村民小组这样的渠道来分配 那么经过这么多渠道,如何来确保物资不流失,不浪费? 记者专门追踪了天泉县救灾物资发放的一个过程 来看报道 在420四川卢山7.0级强烈地震发生的当晚 天泉县就接到了外界援助的第一批物资 不论接收还是发放,每一笔都有据可查 我现在是在天泉县抗震救灾指挥部的储藏救灾物资的一个仓库 那救灾物资被捐赠到这里过后,经由登记造册 那货物就在这里被卸下 那我们现在看到整个这个仓库当中的货物已经是没有剩多少了 因为这里工作人员告诉我们 一整个仓库的物资只需要半天的时间就可以腾空 那这里所有的物资都将由这里抗震救灾指挥部统一调度 天泉县各乡镇所需的物资信息 在指挥部的灾情收集上报处更新和汇总 我们看到24号的物资需求清单刚刚打印出来 那在这上面呢是所有的乡镇都列举了出来 然后所需要的物资也分门别类的有列举 比如说有帐篷,彩条布,棉衣棉被,水,吃的东西 比如方便面,饼干,面包 还有一些这个生活的必需品 比如说手电筒啊,发电机 就是每一天我们晚上要开工作会 开工作会的时候我们就把那个需求的表格 发给各个乡镇的就是党委数据或者乡镇长 我们就根据乡镇报的需求链 然后就安排捐赠的物资 这些物资现在是正要运往天泉县新华乡 新华乡在这次地震当中受灾比较严重 新华乡目前接收的救灾物资主要来自两个途径 一是由县里统一调配的物资 以饮用水,方便面,大米,帐篷,药品等基本生活用品为主 其次是社会爱心团队,爱心人士指定捐赠的物资 不论来自哪个途径的物资 每天都有线上派到乡里的监督员 确保物资安全完好抵达 我们这里面有一个表 表上就有每个村的统计下来的人口数 根据物资来源的数量 比如我说的这批大米 它是三万斤 那么我们就用三万斤来除以我们全乡的人口7200 然后除下来每个人大概能够分多少 通知村上的干部 把这个救灾物资迅速的转移到村上 现在新华乡的救灾物资被集中放置在乡政府和锦林的小学操场上 就在记者采访期间 一车方便面正要被分发到永安村去 在永安村 村长王文忠给记者出示了一份23号发放物资的花名册 记者征得他的同意 带着花名册到村里 了解村民接收物资的情况 大哥 您好 你好 你好 昨天的咱们这个救灾物资已经发到你们家了吗 发到了 有什么东西 有方便面石火 刮面石板 还有鹿精打米 矿泉水 矿泉水有三十六瓶 有领到八瓶椰奶吗 有 这个签名是你签的吗 是我签的 是你签的 手印也是你盖的 嗯